太好了,哈扎德的妈妈和爸爸哥哥都一起过来了,大家都纷纷劝说哈扎德要结婚,这样孩子们才能得到有效的照顾,并且他们做出了行动,强行拉着哈扎德和肯尼进城买结婚需要用到的物品。 今天,一大早家人就来劝说哈扎德结婚,可是哈扎德是一个没有志气的男人,他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车子,也没有人帮助他,这样的生活已经够痛苦了,所以他不想结婚。 可是父母却不这样认为,当下找老婆,必须为了照顾孩子们,如果孩子们没有人照顾,你怎么有时间出去挣钱,难道你要一辈子都这样吗? 可以看得出来,哈扎德这个男人是真的废物,父母强行要求哈扎德必须去结婚,哈迈德会给你出钱,会为你提供婚礼的一切,你必须乖乖结婚,然后让老婆照顾孩子们,你就外出打工挣钱。 哈迈德也帮不了你太多,因为他自己也有五个孩子要养,但是我们会尽力帮助你。 妈妈的这句话,让哈扎德心里得到了一些安慰,如果有人帮助他出钱结婚,那哈扎德也是愿意的。 接着妈妈又说道,哈迈德会按时给你钱,帮助你生活,我还叫他再给你几头羊,以后你的生活就会慢慢变好。 说完这,妈妈和爸爸就想拉着哈扎德去准备婚礼的工作安排,可是现在孩子们还没放学回来,孩子们回到家没人照顾可不行。 妈妈说道没关系,孩子们放学可以叫他们去姑姑家吃饭,我们晚一点就回来了。 话说完,哈迈德就拿起电话联系出租车,一家人今天必须要给哈扎德和肯尼安排婚礼的一切。 他们马上就想着今天抓着哈扎德和肯尼去买婚纱以及婚礼需要用到的准备。 打完电话之后,哈扎德回房子里换了一件看起来还不错的衣服。 刚好此时司机已经来到了,司机跟哈扎德说,我今天有事就不能和你一起去了,这个车子就借给你开。 你的哥哥已经付过钱了,你可以放心地开。 有了车子的哈扎德显然自信了很多,他第一时间是开车来学校接孩子们。 孩子们一看到父亲今天开车来接他们,询问今天有什么事情吗? 父亲和孩子们说,今天要去和肯尼阿姨进城买结婚需要用到的东西,你们下课之后去姑姑家吃饭,知道了吗? 孩子们看到父亲那么积极地想结婚,也表现得非常支持和开心,随后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趁这个时候,阿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京同仁堂黄其双专门用在这个脸上的,希望阿祖法和姐姐阿姨们也可以用一下。 它是中材料黄其制作而成的,没有西方的化学品。 涂抹在脸上,手上可以防止水分的缺失,也可以防止裂开,保持住你的漂亮和美丽,真的值得一试。 现在阿妩这里只要29块钱就能买到一瓶,49块钱还能买到两瓶,119块钱能买到五瓶。 阿妩已经上架到橱窗了,你可以点击阿妩的头像私信,下边有个商品橱窗,点击进去自选下单。 不一会,哈扎德把车开到老丈人家里,浩浩荡荡地跟肯尼的家人说道,等会要带肯尼进城购买结婚需要用到的东西。 肯尼听得很开心,说道自己已经准备好嫁给你的东西了,你不用再破费购买。 此时哈扎德说道,我也要买,不能让你们家破费。 随后在家里人的同意下,他们开车进城去了,一路上两个人开开心心,有说有聊的,非常幸福。 在城里的另一头,母亲和哥哥早已经在等候,他们带哈扎德和肯尼来到一家服装店,妈妈已经给肯尼挑选好了结婚要穿的衣服。 然后哥哥帮助哈扎德结账,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结账的时候,哥哥还选择了分六七付款,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买完衣服之后,哈迈德就准备回去了,剩下的时间就让哈扎德带着刚刚购买的礼服,去一家礼服定制厂定做衣服。 量身完毕之后,老板跟他们说过两三天就可以过来拿衣服了。 就这样,今天的结婚礼服购买完毕。 回到家之后,孩子们看见父亲和肯尼阿姨一起回来,高兴坏了,孩子们也改口,不再叫阿姨,而是叫妈妈。 这样肯尼激动到流眼泪。 很多粉丝网友问,肯尼为什么愿意嫁给哈扎德呢? 还有网友说,是因为肯尼不能生孩子,又渴望拥有孩子,所以才愿意嫁给哈扎德。 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观看下去。 给您便宜说,您好吗?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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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您好 prendre两个东西。 front里有一个比较強烈的低调子。 您好,您好喝一碗。 您好喝一碗,您好喝一碗,您好喝什么喝? 您好喝什么喝一碗? 您好喝一碗。 來吧 來吧